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你这张脸早已经是手脸的 因为我有很多角度可以从梁先生最终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包括梁先生的是一个专业 对于说房地产的问题 整个专业规划的问题 我们都可以期待听到一些事情 然后包括梁先生特别接两年去很多不同类型的活动 包括谈美食 谈美食也是专家 我们也可以懂得怎么样吃 怎么好好的吃一个东西 我知道他还是养花种草的专家 还是教育孩子的专家 梁先生今天请你来 我觉得首先 我觉得你身上是个有历史的人 尤其是可能对于大陆观众 比较有人文感的会感兴趣 就当年九七回归之前 有一个基本法咨询委员会 秘书长就是您 这个等于参与香港回归的很多重要工作 而且还有观众就有问题 说行政会议 都说行政会议召集人 感觉是香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你是干嘛的 是干什么的 这个是有人把它比作外国的那种内阁 这个比方有道理吗 也可以谈一下 确实这个是比较特殊 在很多其他社会没有 在我们国家体制没有 这个也很说明 我们是在一个国家里面 两种制度 在香港的制度下面 我们政治体制有的一个东西 我们严格来说呢 我们是什么呢 就是香港特别行政区 行政长官的行政会议 在基本法里面 你在行政体制 或者政治体制 这一章里面有一节 是行政长官 行政长官这一节里面 有三段是行政会议 所以我们是给行政长官干活的 意思就是说 从社会上各个方面 由行政长官他去 去聘邀请一些各方面 一些专家 对社会上各个问题 比如说医疗 规划金融等等 这些有认识一些人 在他身边 所有重要的决策 都必须在行政会议里面做 行政长官呢 做这些重要决策的时候呢 他不能自己坐在屋子里面做 他必须在行政会议里面做 但是呢 也不是我们这些行政会议成员 做的一些决定 而是行政长官 在行政会议做的决定 今天呢 我们想请你啊 接接历史的这个密文 因为从香港回归前后 一直到现在 我想啊 很多这个观众会感兴趣 您跟这个北京的高层互动 当然是相当密切 但是您又是一个纯粹的在香港 长大的这么一个 港赛 这个给你留下一个什么印象 开始的时候啊 应该说84年吧 84年开始参加 想回归的工作 一直到97年 十三年的时间里面 呃 内地的变化很大 内地变化不仅是说经济发展啊 生活水平啊 而且呢 呃 观念 包括官员的观念 呃 也有很大的变化 比如说 例子吗 比如说开始的时候 呃 80年85年开始的时候呢 他们对 对新闻界 记者要采访他们 他们就比较拘谨 而且呢 呃 讲话不多 呃 很严肃 后来呢 慢慢的习惯了香港这一套了 就是官员跟新闻界之间 这个距离呢 可以大大的一个缩小 嗯 而且大家就变成很好的朋友 呃 开始的时候的时候呢 他们对香港 香港人的 想法 要求 甚至乎 对香港回归的 种种有关的顾虑 也不很清楚 呃 到了后来呢 呃 基本法起草 的过程的这个 这个 这个末端 他们对香港的情况呢 其实掌握得很 很清楚 绝大多数 呃 参与香港 我接触的哈 就全部了 呃 负责香港事务的官员呢 他们确实是 非常爱护香港 呃 给香港做了 很多很多的事情 嗯 你说爱护香港 那相对的 当时参与整个谈判的 英国人的态度是怎么样 哈 我们都知道前一阵子啊 有一位 非常重要的人物去世嘛 一月二十二号啊 啊 那个克力达去世啊 克力达以前就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照片啊 马博士给介绍一下这个人物 是 克力达 克力达就英国人嘛 他在剑球大学读完书 然后就进入英国当官了 主要在外交系统来做的 嗯 他在中文还是在香港学的 嗯 他先去新加坡 后来来香港学中文 然后呢 后来就从事外交了 他上呃 1967年 他在北京 北京当时不是有很多的运动吗 哈 还曾经有人 放火烧这个英国大使馆 对对对 当时他就是被揍了 他被揍了 然后被关在这儿被保护 可是被等于是软禁啦 在使馆去哈一个月哈 后来说回八零年代哈 他就是负责 替当时的英国首相哈 哈 哈 来来 他当时是当英国的驻华大使 嗯 然后呢 来处理中英谈判哈 哈 那这个过程里面 他做了扮演了很重要的作用 据说我不晓得这个哈 那梁先生一定非常清楚整个情况 据说当时的英国的立场 刚开始是怎么样 想要说 诶 香港有分香港岛九龙半岛跟新界哈 新界是租的 其他两个地方是各让的 那我只还新界给你 我保留九龙跟香港 是打正如意算盘 然后就说 克里达是说服了英国政府说 你别想了 你还了新界 你楼的那个九龙跟香港没有用 不可能的事 你不如就全部来承认 那承认那个要归还 可是归还的过程里面 我们怎么来好好处理 大家的关系 包括香港人的关系等等 是这样情况吗 克里达 他是一个很务实的 一个外交家 而且他是一个中国通 他对中国的情况 尤其是中国政府 中国领导人 当时对香港恢复形式主权的决心 他是一清二楚的 所以他跟当时英国首相 英国其他的政治家 外交官 持一个不同的看法 就是必须跟中国谈判 英国不能单方面 自己说了算 他有一句名言 他说 就是签的这个协议 不是一个完美的协议 还是比没有协议好 那么至于这个具体的内容 基本法的具体内容等等 那么这个我们听了很多 香港市民的意见 我们反复的两头跑 北京开会 香港开会 在香港听了 香港当时六百万市民的意见 我当时是 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的 秘书长 我们有180个来自社会上 各个阶层 各个行业的委员 港式顾问 那个是咨询委员 基本法咨询委员 有学生团体 这一方组织 要请我我就去 三十人我也去 三百人我也去 就听意见 很多现在回想起来 感到有点天方夜谈的 那个时候呢 我们都经历过了 什么天方夜谈 比如说 我们在中环听意见 很多来向我们表示意见呢 其实谈一些比较抽象的 谈什么呢 自由 民主 法治 等等这些 你到了居民点去听意见 讲了 讲了大顿 人家就问你 梁先生 讲了这么多 我问你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1997年7月1号 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 第一天早上 我下楼 买第一份早餐 用什么钞票 这个有意思 用什么钞票 那我说 我们这个基本法草稿里面有啊 这个1988年 里面有啊 港币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货币 自由流通 自由兑换等等 那么人家就说哎 梁静静啊 你今天太年轻 业本人打香港的时候 你没出生 49年解放的时候 你也没出生 告诉你啊 政权一换 第一个事情 就换钞票 他说 他说你97年7月1号当天啊 不可能用港币 肯定用人民币 结果不但港币一直用到今天 而且今天香港的很多店铺都贴出来 欢迎用人民币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刚才讲这港币的故事 挺逗的啊 88年的时候啊 基本法第一稿出来的时候 确实呢 大伙对97年后 不管是一些 比如抽象呢 民主啊 法治啊 自由啊 人权啊 有兴趣 其实很多呢 对钞票很有兴趣 没有人对钞票 没兴趣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基本法里面 已经有了这么一段 但是呢 人家没有信心 那我说 基本法有了 我们将来还是用港币啊 他就说 好 就算了用港币 谁发行就要港币 那我说 我们也有一段 在基本法里面都想到了 原有银行可以继续发钞 其他银行呢 可以得到特区政府授权 也可以参与发钞 那么人家说 你说原有银行 就现在说了两家 一个呢 汇丰银行 和扎打银行 这两个给发钞 扎打呢 它干脆呢 就是英国银行 在香港呢 还没有注册一个分行 那个时候没有 汇丰银行呢 刚刚牵策 牵策呢 就是把这个注册地 从香港搬到伦敦去了 那么那个时候 确实香港也 回头看啊 也应该讲说 有点风雨飘摇 所以大伙问这个问题说 原有银行 这两家银行呢 那怎么办 你让人家发钞 人家也不一定发钞 那我就说 没办法 我说中国银行最近的业务 做得越来越好 那中国银行 完全可以参与发钞嘛 那个时候 中国银行还没有上市 在香港这个市场份额 没有今天这么大等等 有些老百姓 他怎么说 他说中国银行发钞 鬼要 鬼谁要 广东人都说鬼怎么鬼 这不虚的意思 意思呢 就是说 没有信心 你要是收到三张钞票 一张是中国银行的 一张是汇丰的 一张是渣打的 那么首先就把中国银行 这张线花掉 这样下去呢 慢慢中国银行钞票 就贬值 大伙就顾虑 当然啦 到最后呢 九零年颁布的基本法呢 他是这样定 定了之后呢 从九零到九七 我们七年时间 那这个就是 邓小平先生 他伟大的地方 九零年 基本法颁布 我们还留了七年时间 把一些在基本法里面 定下来的一些条文啊 怎么把它操作起来 还有七年时间去研究 所以九零年 基本法颁布之后 当时的全国政协副主席 和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的 主席安子介先生 安子介先生 他就振壁呼 就成立了一个 一国两制经济研究中心 专门研究这类的问题 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课题 就是在什么情况底下 中国银行 作为一个很大的稳定力量啊 可以参加发潮 我们有几年时间去研究 所以呢到中银回归前了 发钞 可以骗了 来我们来分一分 从那个时候开始呢 我就保留了一张 中银发的钞票 通过银行 发的钞票 这是你这张 这是从那学后保留下来的 我就放在钱包里面 什么意思呢 就是经常 尤其是我们在 在给社会做事情啊 有些事情比较复杂 你一下子呢 想不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 但是你把这个目标定住 然后呢一步一步往前走 总有可以找到好的 稳妥的解决办法那一天 我们当年做中银发钞的 这个准备工作呢 就是这样 刚才梁先生也提到了嘛 民主法制自由等等 一直引来这部分是蛮困难的 这部分相对的 又很非常依赖信心啊 因为你完全没办法看到嘛 没办法看到说 发钞货币成不成功 那个经济稍一怎么样啊 又建立在信心上面 像整个过渡集里面啊 当时像回头看的确非常荒谬啊 用回梁先生刚说天方夜谭的事情啊 像当时很多朋友讨论 我还记得有些女性朋友 就很担心一个问题 你刚说7月1号 一定是男的问你的 关于钱的问题啊 是个男性问题啊 有女性朋友就问说 7月1号的家会啊 我们去同楼环中环那些商店 会不会全部变成友谊商店啊 那个还没买到什么Prada 什么LV吗 什么什么 结果文涛啊 结果噩梦还是成真的 一样买不到 现在为什么 都给内地人买账 香港人还是买不到 没有结局买 发生了很多变化 但是我也注意到 就梁先生啊 好像在各种场合 还是讲这个一国两制 到今天看是成功的 但是我就不知道 香港本地的人啊 经常会猜测 就说你们这些香港高官 跟北京中央政府的人 究竟关起门来 是怎么说话的 是一种什么关系 比如说经常看特首 又到北京啊 你看有的人可能会觉得 去请示阿爷去了 对吧 有的人可能会说 去请罪去了 但是咱们很想知道 这个内幕 你跟这个中方的这个官员 打交道也很多 你们比如说关起门来聊天 是怎么一个气场呢 回归前后啊 我们都都做了很多 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工作 工作上的一个一个需要啊 往往坦白说也是一个挑战 什么工作呢 沟通的工作 就是中央北京 或者整个中国内地 跟香港之间的沟通 因为呢往往呢 两地的文化观念 有些时候呢 坦白说 这利益不完全一致 不完全一致 所以呢就沟通工作 这个也是困难所在 往往呢 到了内地 内地就碰了说 哎 先生 你回去香港 把这些观点呢 给香港朋友 介绍 说明清楚 我们在香港 也碰了很多 很多这样的 要求 向香港市民 向香港的政党 说哎 你们到了内地 到了北京 把香港 市民的 要把它说清楚 所以呢 这个是我们工作 工作的一个 很主要的一个方面 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看 97前这段时间啊 从比如说 82年 中央谈判 到97年 15年时间 包括里面 有5年的时间 七小基本法 97呢 到现在 13年的时间 其实这个沟通工作呢 就相当不错 现在两地啊 之间这个 相互的 这个理解呢 确实这个 这个程度 这个水平比过去 高得多了 就你了解 真的就是说 北京中央政府那边 就是没有像这个 香港这边下指令嘛 就是你们要 必须怎么怎么样 就没有这样的 事情吗 完全是按照 基本法来办事 完全按照 基本法办事 这个呢 确实不仅是 我们这样的人 这样说 像大部分市民 就这样说 同时呢 外国人 他们也这样想 这样说 我记得前年 我带了一个团 到美国 到纽约 到华盛顿 去 谈香港回归 十周年 2007年嘛 谈香港回归 十周年 香港总有的情况 我们每年 都有这么 一些团 到美国去 也到欧洲去 说香港 一无两知 我们怎么成功 基本法怎么落实 谁知道 美国的朋友们 不管是纽约的工商界 或者是华盛顿 政界 他们基本上说 西外 谈你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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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就觉得 这些已经是事实了 但他们的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都知道了 今天我们都知道 谈别的吧 所以不是时代周刊 曾经 不是 这个财富 财富杂志 Fortune Magazine 不是曾经过去了 有个封面撰题 说什么香港之死 香港之死 香港之死 后来他们收回了 这个说法 所以07年 我们去美国的时候呢 他们就很想 谈一个新的话题 他说香港回归的种种 香港一无两知 这个成功 这个我们都知道了 这些事实 我们谈什么呢 就是将来中美之间 尤其是在经贸关系上 香港可以扮演个 什么的角色 起个什么作用 他们对这个新题目 感兴趣 已经是展望新里程了 下下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刚才这马博士都提出来了 您这个普通话 我看就是一国两制的一个建设 就是你是怎么样 这个普通话 现在说的这么好的呢 1978年 香港有帮专业人士 都是香港宅 香港女 组织了一个专业人士 促进现代化协会 那个时候国家 不是提出一个目标吗 对 四个现代化 四个现代化 我们这些律师 工程师 测量师 会计师等等 大概 那个上学不到 组织了这么一个会 我们的宗旨呢 就是把香港一些 专业方面的东西呢 带到内地去 首先是深圈 也要是广州 也要是上海 北京 从南到北 这样走 我1978年 参加了 参加了之后 就经常到内地去讲课 对象呢 对象从来不是 学校的学生 对象从来就是官员 就谈外面一些 一些市场经济的 一些事情 头三年 进去讲课呢 都是讲广东话 还有人家给我们 拍翻译 还有打字幕 同乡传译 对 还有人家给我 拍翻译 这个 我心里面感到 很不好 所以呢 到了有一次 我记得是 这个第一次 我用普通话讲 就在驻海 事先把三个小时 讲的内容啊 把它一个字 一个字写下来 邀请我一个同事 他是夜流华侨 他北京长大 他这个普通话呢 说的很标准 我请他呢 给我念一遍 录了音 我就反复的听 天哪 听了之后 好学生 听了之后呢 就 到了 到了现场 站起来 就拿着搞着念 念搞着念 三个小时搞着 念得自以为是的普通话 结果最后还是要翻译 结果弄了六个钟头 结果呢 基本上听懂了吧 至少呢 自己跨越了心里 心里的障碍 心里这一关 心里障碍 所以后来呢 慢慢讲的机会也多了 84年 参加有关向回归的工作 到北京去开会 跟北京的委员们开会的 这个这个次数越来多 所以练习的机会多了 所以 就讲吧 现在在跟这个北京官员谈话 已经不用后边讲个翻译了 还可以替其他人翻译 因为现在很多香港人 还是讲不好 像我一样 而且我觉得确实是 两地这个这个讲话呀 是有个文化的不同 好